大盆中倒入200克大米 倒入清水浸泡五个小时以上 这个大米我浸泡了一个晚上 像这样泡发就好了 然后给它清洗干净 把浑水倒掉 倒掉浑水以后 在里面打入两颗奔鸡蛋 再入30克白棉糖 用筷子顺时针搅拌均匀 把大米糊倒到料理机里面 加入100克的生水 想办法给它打成米糊 打好以后用漏勺过滤到盆中 趁热在里面加入三颗酵母粉 先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以后静置五分钟左右 加入250克低筋面粉 边倒边搅拌 最后搅拌成这种稠度就可以了 如果感觉太稠的话 可以再加上一颗鸡蛋 如果感觉太稀的话 可以再加上一点面粉 一定要彻底地搅拌均匀 搅拌到没有颗粒 像这样就可以 然后顺时针给它胶打上劲 加上盖子 找一个太阳醒方两倍大 碗中加入100克葡萄干 倒入一碗面粉 下手抓捏一下 使每颗葡萄干上面都均匀地 粘裹上一层面粉 然后倒入清水 给它清洗干净 把面粉水给它倒掉 加入面粉呢 会清洗得更加干净 清洗干净以后再次倒入生水 浸泡20分钟左右 我们的大米面糊已经发好了 打开盖子来看一下 满满的都是蜂窝组织 用筷子顺时针给它搅拌排气 再次给它搅打上劲 店面称提前预热刷油 把搅打好的大米糊倒入锅中 用工具给它摊平 摊成一张大饼就可以像这样 然后盖上一个高一点的盖子 再饧十分钟左右 再把之前泡好的葡萄干 一次摆上来 形状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摆就可以了 打好队形以后 盖上一个高一点的盖子 二次行五分钟 大米糕已经发好了 体积明显变大 像这样就可以 然后继续盖上一个高一点的盖子 先开中火了这三分钟左右 三分钟以后轻轻地打开盖子 撒上一把黑芝麻点缀一下 直接开店面称的橡盖 上下火烙至三分钟 全程六分钟左右已经熟了 打开盖子来看一下 哇好香啊 双面都是金黄色 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直接放在案板上 趁热给它改成小刀 再来看一下它的侧面回弹性 按压下去立即回弹 像这样就是熟了 而且底部还是金黄酥脆的 看上去就非常的有食欲 然后给它切成小块就可以食用了 如果您不喜欢的话 一定要来尝试一下这种做法 无论站着吃还是坐着吃 都是特别的好吃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